好莱坞的顶级特效有多少钱 据统计 好莱坞的视觉大片 特效费用至少占总制作费的60%以上 就比如当年的头号玩家 耗资1.75亿美元 特效就花费了1亿 变形金刚5制作成本2.17亿美元 特效占1.3亿美元 加勒比海盗3制作成本3.42亿美元 特效占2亿美元 而对比某些国产电影 小鲜肉费用占90% 而且大部分用替身 9.999%其他人工资 而留给特效的就只剩下廉价的五毛 对比好莱坞电影 按照平均5坦片厂两小时的计算 他们一秒钟几十万上下 并不是在开玩笑 这个就叫专业 这时就有人笑了 敲敲键盘动动鼠标 是不是这么贵吗 那你就借着和明喵往下看 特效制作的主要成本包括 硬件成本占20%到30% 软件成本占10%到20% 人力成本占60%以上 一台可以制作特效的电脑价格在40万左右 50个小时才能渲染出一帧特效画面 而电影一秒至少有24帧 明喵掐指一算 一段时长5秒的特效镜头 一台机器要渲染250天 据说维塔数码就是当年阿凡达和货币特人的特效公司 一年仅在渲染器上就花费了近2亿人民币 人力成本 阿凡达特效团队1855人 复仇者联盟特效团队1453人 哈利波特与死亡盛气 特效团队也达到了1180人 在好莱坞 一个1000人的团队一年下来光工资就要5700万美元 而一部电影的制作周期通常需要2到3年 而我们常常在某些国产电影中看到的五毛特效 其实也需要20到30人的配合 才能完成一部作品 好莱坞的顶级特效一般让人感觉不出是特效 在电影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中 主角在海上一直漂着 但事实上 这段戏只是在一个游泳池中完成的 你所看到的海浪小岛都是特效 华尔街之狼中 狮子走进办公室的镜头不是特效 只原目才是 并且特效的更迭速度非常快 基本就是半年一次小的革新 两年一次大革命 08年的阿凡达当时制作上 就是使用了全球最顶尖的技术 但在上映的时候 它的技术已经过时了 所以一秒几十 上百万上下的特效经费 真心不是开玩笑的 那我是眉喵 还想知道哪些电影幕后留言呢